哈喽大家好,我依然是那个玉树林峰,高大威猛,人见人爱,车见车仔,性感且富有弹性的摩根 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王者峡谷的颜值担当 来无影去无踪,月塔像喝水一样简单的英雄,李白 有的人就会说了,哎呀,摩根,我这只猜不透你啊 每次玩的英雄都不一样 没错,我就是这么的复杂,微妙,性感,令人难以琢磨啊 嘿嘿,这集队友也是打得很不错啊 所以这局呢,你们除了能看我犀利的操作之外呢 还是看我,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啊,我开机已经拿下双杀了 小节奏带的还是比较完美的 队友呢,也在此时,当仁不让的送了两个人头 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啊 下路又有机会了,我选择绕了一圈墙壁,装个逼 随后呢,观众朋友们,我一个猛男突刺原地旋转 再来一发猛男突进,一发大招发出,一个都没打死啊 我只能选择使用最原始的方式搞定两人 众人皆罪,我读隐 这两排大字非常的醒目啊 看字迹,大家应该猜到是谁写的了 呵呵呵,不是我写的 很多小伙伴在问啊 哎呀,摩根,你这哥们是谁啊 看大家这么好奇,那我就说说吧 我说这一位英雄的名字,大家马上就能猜到 就是即将上线的新英雄 陈鱼诺艳碧月修花的西施 所以大家已经猜到了吧 嘿嘿,一群小精灵鬼 他就叫熊哥啊 好的,我们继续进行游戏啊 过来准备打一手小龙 不过貂蝉呢,刚好跟我碰头 大家可以看到,我一个猛男突刺 和他来个亲密接触 他没过瘾,我又给他来了一下 随后一个旋转 唰唰唰唰,一个大招一开 太霸道了 朋友们就会说啊 哎呀,摩根,你真猛 如果跟熊哥比起来,你俩谁更猛一些呢 你们这个问题问的我都有点羞涩了啊 那得看哪方面呢 在个别方面呢,还是我比较猛一些 来到野区准备拿个蓝啊 一看附近人可是不少啊 就在此时呢 我一个原地旋转 韩信刚好进来 把蓝拿下随后一个猛男突刺将其收割 这会对面有两个人都在 看达摩的走位是想过来跟我试试 我利用自身的来回走位 骗了他两个技能 还有谁观众朋友们 猛不猛 我技能CD刷新完毕 两个猛男突刺再加一个旋转大招 配合曹操轻松将其击杀 非常的帅气啊 这样的操作简直太微妙了 压人家门口了 利用这两条狼开始搞事 频繁消耗嘛 再冲一次击杀抗铁 哎呀速度有点慢了啊 就杀一个太可惜了 这个时候呢 貂蟬反手想过来杀我 他已经窜死我们两名队友了 还想收割我拿三杀 不过我这么将的人是绝对不会让他如愿的 就是这么潇洒自如 成功反杀啊 韩信满状态出门 我想跟他试试 兄弟们 我有几成把握 哎朋友们 你我说了 根本就没把握啊 不过事情发生的就是这么突然 这么的离奇 匪夷所思啊 一套打完 信哥未出一个暴击 只能说我运气太好 才能造就我的极限存活和反杀 开始逐步收割 落单选手 我打了半天才知道还有个手约 这么能隐藏也是天秀啊 再去一次差点击杀貂蝉 我反身回来 然而达木不再空大了 不仅没空大 他一套异能还是无缝衔接 一点余地都没留 一套把我打死 好吧 我这次真的要认真起来玩了啊 复完后赶来一看队友已经死了三个 没办法了 我只能过去试试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熊哥你怎么又来这套啊 快起来 你这弄得我挺不好意思的啊 我答应你收了我自己的神通 你赶紧起来吧 不行了朋友们啊 这会劝不住了 我先拉他起来 告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